嗯 没有过 到决天休息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最后一场比赛呢 其实双方都想拿下 应该泰国这队选手的实力 我觉得还是比印度这队选手要高出一块 双方的这种配合 然后他的球的衔接上 都还是比印度这队选手要好一些 给白关 准备 准备 投后场 十二比八 十二比八 那双方的选手上来呢 还是要打得要更积极一些 嗯 好 想回收了 9 12 嗯 终于是把网友留言刷出来了啊 不容易啊 真的不容易 比赛都快完了 我才把网友留言刷出来 看一下雨夜之浪漫 问到这个怎么没有观众啊 观众呢 因为我们这次的这个场地设计啊 是跟全英公开赛的设计是一样的 然后呢呃 队员呢 是在正中间五个场地同时的进行比赛 然后灯光呢 是集中在这里 而观众席呢 是在周围一圈 那么在周围的观众席呢 是没有灯光的 是主要是给运动员的 营造一个很好的比赛的这个氛围 你看夏日的紫禁就说 今天的泰国队不是很正常 对 确实是这样 嗯 对 对 好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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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能是今天泰国是打的第一场 对这个场地还不是很适应啊 毕竟印度昨天已经打了一场了 可能对场地熟悉程度比泰国要好一些 嗯 15比11 泰国还是学习他的领先 啊 哦 跳得真高 嗯 小米松吧 小米松吧 小米松不? 松不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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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越來越來越越近 越來越越這個 越來越距離 越來越旦 四十三比十五 嗯 节内 漂亮 那么浑霜打的斜线应该相当多一些 跟男双比 男双的公直线是相对来说多一点 他的速度 力量 浑霜主要是在调动 这个分工还是非常明确 对 哦 打得还是着急了 杀上瓦了 16比14 17比15 17比15 18比15 分拉的还不是很开啊 嗯 看到双方的这个排名来讲 应该不是这个比分啊 嗯 嗯 对 又是15 比较急啊 对 徐州这位朋友说没有想到印度队的实力还可以啊 嗯 除了内威尔以前其实其他都没有听说过 对 对 今天状态确实是不错 有昆明的这位朋友说 泰国队输掉比赛的话关键就是波萨纳比赛啊状态太差 对啊 对啊 Dip it in it 对啊 对啊 嗯 出界 嗯 嗯 出界了 30分约 收藏了 1816 16 嗯 好 好 19 16 我ampf我们投降 明Es dan 那时 results 这个球还是往前移动得很慢 它的步伐慢了一点 没有跟上 手跟上 腿还在后边 17比20 18比20 没有过 18比20 看就是这一分 但是呢 就是抓不住 这球终于滚往碰到对方场地 很不容易地拿下了第一局 21比18 嗯 好 是中国对日本的比赛 那么在小窗口呢 就是现在正在直播马来西亚和俄罗斯比赛那边呢 明天的中午13点10分 1点10分的是给大家直播荷兰和美国的比赛 到下午7点钟呢 是直播中华台北和泰国的比赛 那看泰国今天的大家都说发 好 好 好